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股市的跳水大赛 潜水者悲喜交加 二、金融科技的魔法棒 数字点试成金 三、股市的节日烟火 炒股高手放光芒 那么哦,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股市的跳水大赛 潜水者悲喜交加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 我们这场别开生命的股市跳水大赛 这里有的是高空跳水 也有的是深海潜水 各种风格一应俱全 我是您的解说员 一位对历史和现实都略知一二的教授 今天我将带您领略这场 跳水盛宴的悲喜交加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这个比赛的规则 股市跳水并不是运动员 跳入水中的比赛 而是股票价格的跳跃 向上的跳跃我们称之为涨 向下的跳跃则被称为跌 而今天的主角 无疑是那些勇敢的潜水者们 投资者 在这个大赛中 潜水者们的情绪是复杂多变的 当他们的股票价格像奥运冠军一样 从高台上优雅地跳入涨幅的海洋时 他们的心情就如同晴空万里 喜悦无比 但是,当股票价格突然转升 像是被海怪拖入深渊 那种惊恐和失望 就像是在看一部恐怖片时 突然断电 紧张又充满未知 有趣的是 在这个大赛中 每个潜水者都自认为是潜水专家 他们研究各种潜水技巧 比如 基本面潜水 技术分析潜水 甚至有人尝试通过占星术 来预测潜水的最佳时机 但股市这个大海 总是喜欢开玩笑 有时候即使是最精准的预测 也会因为一只突然出现的黑天鹅 而变得毫无意义 让我们来看看 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潜水者 有的人像是传奇的潜水员雅克 马耶 他们在股市的大海中游刃有余 从每一次潜水中都能带上宝藏 比如巴菲特先生 他的长期投资策略 和深刻的市场洞察力 让他成为了股市潜水的传奇人物 但是 也有一些潜水者 他们的故事 就像是潜水新手 一头扎进了水中 结果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氧气瓶 这些人往往在股市的波动中损失惨重 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 许多投资者就经历了这样的惨痛教训 在这场跳水大赛中 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的人喜欢在潜水区玩耍 他们选择低风险的投资 虽然收益有限 但也能保持辛勤的勤朗 而有的人则 喜欢挑战深水区 他们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有时候能捞到大鱼 有时候却可能遇到海啸 总之 股市的跳水大赛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游戏 潜水者们的悲喜交加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股市肥皂剧 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不妨带着一点幽默 一点同情 还有一点敬畏 来欣赏这场大赛 毕竟 无论涨跌 股市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故事和深刻的启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金融科技的魔法棒 数字点是成金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金融科技 或者说Fintech 这可不是什么古董商人的秘密交易手法 还是一种将科技的魔法棒挥舞的风生水起的艺术 这个领域就像是一个现代版的炼金术士 不过他们不用火炉和签 而是用数字和代码将频繁的数据点时成金 想象一下 过去的炼金术士业已继日地试图将签变成黄金 而今天的金融科技专家只需轻轻敲击键盘 就能创造出数字货币 这些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价值不菲 这又不是魔法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魔法棒的基的组件 一 区块链技术 这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 可以追踪每一笔交易 确保其安全和不可篡改 这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会计 而且它的账本对所有人开放 透明度极高 二 人工智能 这些数字领域的爱因斯坦 能够分析大量数据 预测市场趋势 甚至自动执行交易 他们不需要睡觉 不需要咖啡 只需要数据 就能帮你赚钱 三 移动支付 这就像是一个随身携带的魔法钱包 只需清除屏幕 就能在世界任何角落完成交易 谁还需要那些沉重的金币和纸钞呢 四 智能合约 这些是自动化的合约 只要满足预设条件 合约就会自动执行 这就像是一个不需要律师的法律系统 一切都是自动的 没有人为的延误或错误 这些技术结合起来 就像是一个强大的魔法阵 将传统金融的签转化未数字金融的黄金 但是就像所有的魔法一样 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灾难 比如说加密货币的波动性 就像是一个未经训练的魔法师 不小心是放出的火球 可能会烧毁投资者的资产 还有不要忘了 这些数字魔法也需要一个强大的防护罩 安全措施 黑客就像是那些想要偷取魔法秘密的巫师 如果你的防护罩不够坚固 你的数字黄金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总之 金融科技的世界既迷人又危险 它需要我们既要有探险家的勇气 也要有学者的智慧 在这个数字点识成金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挥舞这个魔法棒 但切记要谨慎小心 毕竟魔法的后果是不可预知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古诗的节日烟火 炒鼓高手放光芒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些在古诗节日烟火中 炒鼓高手如何放出耀眼光芒的故事 首先 我们的承认 古诗就像是一个永不打烊的嘉年华 每天都有新的表演 新的惊喜 当然 也有新的惊吓 在这个嘉年华中 有一群特别的表演者 他们就是那些炒鼓高手 他们不仅仅是参与者 更是那些能在烟火站放时刻 抓住机会的魔术师 他们的光芒 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精准的市场预测 有时候 则是因为他们敢于冒险的交易策略 比如说 在某个特别的节日前夕 比如说感恩节或者圣诞节 市场上总会流传住 各种各样的预测和传言 这时候 炒鼓高手就会像是那些 在夜空中准备点燃烟火的人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选择最佳的时机和地点 然后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点燃自己的烟火 也就是下达交易指令 当然 这些炒鼓高手的烟火并不总 是能构造亮整个夜空 有时候 他们的预测会出错 他们的烟火 可能就会在半空中爆炸 甚至还没有升起来 就熄灭了 但是 这就是股市的魅力所在 不是吗 每一次的失败 都是对未来成功的铺垫 而在这些节日烟火中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莫过于那些 在特定节日前后 因为某些特殊行业 或商品的销售增加 而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者 比如说 在万圣节前后 卖南瓜和糖果的公司股票 可能会有所上涨 在情人节前后 珠宝和巧克力相关的股票 可能会受到追捧 但是各位听众 我们也得记住 股市不是赌场 炒股不是赌博 炒股高手之所以 能够在节日烟火中放光芒 是因为他们对市场 有助深刻的理解 对自己的交易策略 有助坚定的信心 他们的成功 并不是偶然 而是长时间累积的经验 和知识的结晶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股市中的节日烟火时 不妨想想 那些在烟火背后 默默付出的炒股高手们 他们的光芒 也许会给你的投资之路 带来一丝启发 不过 别忘了 投资要谨慎 不要被那些璀璨的烟火 蒙蔽了双眼哦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有趣的话题 股市的跳水大赛 金融科技的魔法棒 和股市的节日烟火 不管是潜水者们的悲喜交加 还是金融科技的数字 点试成金 亦或是炒股高手 在节日烟火中放光芒 都展示了股市的奇妙 和不可预测性 股市就像是一场 充满不确定性的游戏 我们既可以欣赏 其中的悲喜交加 也可以通过幽默的角度 看待其中的风风雨雨 毕竟 股市给我们带来了 无尽的故事 和深刻的启示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可以以轻松的心态 和幽默的观点 来欣赏这场大赛 对于金融科技 它是一种古老与现代的结合 将科技的魔法棒 挥舞得风生睡起 但是 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金融科技带来的魔法 也需要我们谨慎使用 不要被魔法的后果所蒙蔽 最后 炒股高手们 在股市的节日烟火中放光芒 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而是长时间累积的经验 和知识的结晶 所以 我们在欣赏他们的光芒的同时 也要记住 要谨慎小心 不要被烟火的璀璨 所蒙地了双眼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股市的跳水大赛 金融科技的魔法棒 和股市的节日烟火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经历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